把握大市板块抛弃片门个股 在周末的时候 因为咱们周末没有做周评 在周末的时候 我看有很多人在说 甭管是中国的外国的 还是中文版的 还是英文版的 都在说交际通过了 会有很大的对股市 最后几天圣诞行情将到来 但是紧接着 在周六的时候 就出现了一个大消息 我就说 这块可能在周五的时候 结论就下早了 因为当然了 谁也不知道 就是说会出现这个毒株的变异 周六英国宣布 他这块发现 这个毒株发生变异了 毒株发生变异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咱们之前的疫苗 能不能有效 这就不好说了 本身周五呢 莫德纳的那个疫苗通过了 通过了呢 对于他股价呢 应该有一个刺激作用 但是这一变异 我们知道啊 大家都去打这个流感疫苗 每年都打 不是说是那流感疫苗啊 他一年就有就没效了 是流感这个病毒 这个冠状病毒 他是老变异 他不光是一年一变 他可能有时候啊 三五个月就一变 咱们那一针疫苗 其实呢 就能管这个一冬天 等到夏天的时候呢 因为得流感的人就少了 那个那个冠状病毒呢 跟咱们现在的冠状病毒一样 都怕热 一到热的时候 他自己就就活不长 所以呢 咱们一般的一针 就能管什么 三到四个月啊 就长一点的 现在说是研究出来那种 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打那个流感疫苗 打一针之后 过两天再打一针 再打一针 那个就加强了 加强他能管 说是管八九个月 这个我也不知道 我说的对不对啊 因为我也是问的别人啊 问的医生 一个朋友啊 人家他就专门搞这个预防 那个预防医学的 至于这个对不对呢 或者说是他们 他们的预防医学界 有没有什么争议 这咱就不清楚了 但是总体上来说啊 我知道了 就是说现在流感疫苗 能就是并不是说是因为 呃他只能有效期是三个月 或者是五个月 不是这样的啊 实际上他那个一打呢 呃能够管挺长时间 说是预期的是应该能管三五年 但实际上呢 年年得打 就是因为一到 那这个流感季节过去的时候 这流感疫苗本身 他就已经开始发生变异了 就是流感 就是流感病毒 已经开始发生变异了 所以你原来老的流感疫苗 就不管事了 那么 对于流感的认知 来套用这个病毒的变异 这个毒株的变异 这新冠毒株的变异 那咱现在就得产生一个怀疑了 在这之前这个辉瑞和这个莫德纳的这个疫苗 还好使不好使 就不知道了 这个呢 对于股市来说呢 是一个大的冲击 呃 从昨天A股的反应 已经反映出来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A股 我们看A股啊 A股昨天对这个市场的反应 非常明显的一开盘 哗往下砸了一下 但是 由于这个美国的刺激计划出现 和中国 政府整个在 在这个周末的时候 放出了一些利好的消息 那么后头呢 就一路开始走强啊 逐步开始走强 一直呢 强到最后 呃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A股的走势啊 这块一砸 因为A股没有盘前盘嘛 一砸往上又拉了一下 呃 我们 想想啊 美股会不会能够走出这样一个结果呢 这个东西呢 咱现在 不好猜啊 大概率的事件 我觉得有可能走出这个A股的行情来 为什么 我们可以看 因为美股有盘前 他在盘前已经砸了 那对吧 这是第一个砸 但是盘前的交易量比较少 啊 我们看啊 这块的往下砸的时候交易量比较少 到这一块的时候 交易量已经开始放大了 杀出了一些这个恐慌盘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 从 短周期这一块啊 还离零周比较远 这个距离啊 一个金叉估计是顶不上来了 就是说 V型底的怎么个V法 对吧 V型底 如果这么V 可能性不太大 我估计呢 怎么着得 这块还得做一小底啊 就不见得能跌到这 不见得再跌到3600了 这不是3596吗 不见得再跌到3600 但是我估计呢 怎么着还得再来一个二底啊 这块直接就是特别V的这种底 不太可能 那你要说U型底 有点可能 有点可能是U型 U型是最有可能的 更大的可能是什么呀 就是不规则的这个W底 就是写歪了 写歪了W底 是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还是拿这个复图看一下 这莫德纳现在盘前 我们可以看 莫德纳盘前 现在已经跌了将近1%了 说明呢 它这个毒株的变异 对他们这个疫苗 看来影响是比较大的 要不然周五刚刚通过 FDA通过 它应该怎么着 小拉一下 对吧 现在没有什么反应 而且黄金现在也在跌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看刚才的标普 因为这个好画图 我们看啊 现在它的小时线 是这样的 我认为它可能会走出 一个什么结构来呢 如果要套用A股的话 它直接可能是走成这样 对吧 这块现在不反着呢吗 我觉得它直接反成这样 不太可能 就这么着 这种大V型的可能性不大 我觉得它更高的可能性 是什么样呢 我觉得它更高的可能性 应该是这个样子 反弹 再下来 再下来 不会再到这个 3600 有可能是这样 然后再往上走 这样一个 就是不规则的WD 有可能 但至于能走到哪 能不能走这么长 我就不知道了 今天 而且今天应该是看不见 从小时线的级别来说 今天是看不见了 那得明天或者后天 因为再往后就放假了 那就基本上就没什么交易量了 到最后那半天 应该就跟咱们感恩节似的 没什么交易量 这转眼间又一个月了 而我刚才说的那种图形出现 表现在15分钟级别 我们今天应该能够看见 15分钟级别 应该是这样 这块是这样 这块不是有小的了吗 这个底应该 不行 这个底应该是不行 不实在 应该是这样 我们大家看一下 应该是这样一个图形 这个图形的不太规则 你要是说是缩成这个小时线的级别的 它就是一个WD 到这个15分钟级别 那它就是一个复合WD 这块可能多出了这么几个环节 我现在判断它能够走出这种复合WD来的依据 最主要的是 还是美国这次次期法案 还算不错 9000亿通过了 关键它这个9000亿后的 本来以为就9000亿 我说9000亿的话 这对股市应该才有预期 这个9000亿后的 它又带着好多这个小的零碎 这小的package里头 比较好 对中小企业非常有帮助 它这个9000亿后边还带着一个什么呢 还带着一个1.4万亿的救济企业的 当然了 包括什么航空之类的 都对它有一定的救济 那么今天早晨起来这个杂盘 有可能是机会 那我不敢说绝对了 为什么 那万一市场解读的不是这么回事 人说这整个欧洲都封了 这块都封锁了 这会对这个冲击太大 你这个救济啊 我们现在市场不认可 特别是市场现在在高位 往下调是很正常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早盘的时候需要观察多长时间呢 至少得观察 45分钟到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就是如果你发现它真正的像我刚才说的走出来这样一个图形啊 就这块 还有可能是往下往下往下弄一下 对吧 然后再往上走 这样一个金叉的图形 就是底位 底位离的图形 哎 那么我们可以介入一部分 注意啊 是介入一部分 不是说是全额的介入 这块全额现在是不行了 如果你要满仓说一听 哎呀 政府的这个工具包出来了 满仓 现在呢 有点早啊 因为是 欧洲这个疫情确实是困扰的 有点大啊 这个消息有点大 那么我们可以看啊 金叉的时候我们可以进一部分 呃 在这种距离 在这种距离 我觉得以欧洲这样的疫情的发酵 应该 不能直接V型底啊 咱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那么他会再踩一下 那么是做正规的底位离 还是不正规的呢 那咱就不知道了 那看看市场 他在踩第二角的时候 等他再 等他再起来啊 等他再起来 也就是说 刚才给大家画的 如果他在这 往上 往上现在反弹 弹着弹着弹不动了 我们现在反弹的时候 可以 如果开盘啊 看着他反弹 可以近一点 弹着弹着 看弹不动了 他再下来 等他再往起弹的时候 在这时候 我们再介入第二笔 啊 这我们把现在的仓位呢 分一分 剩下的资金 可以分成两笔来进入 个人呢 还是保持谨慎的乐观 觉得呢 这个钱呀 进到这个市场上 还是比这个 毒株啊 变异来的快 对吧 这个钱的比较直接 你跟这个基本面 咱们想想 今年三月份之后的 这波行情 对不对 开始打砸了一下 砸完了之后呢 进去 哎 钱一进去 就开始大涨 好多人都认为啊 我要做成这样的 做成那样的 结果什么底都没做成 直接就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现在 目前砸下来是个坑 当然了 咱们不能说套用 完全历史的东西 这也就是我跟大家说 咱不能一笔进气啊 套用说着 我就一定是微型地 对吧 那谁也不敢说 而且就我们可以看 三月份那会儿的行情 也不是 对于小时级别 它日线级别是一个微型地 小时级别 中间还是有反复的 包括四小时级别 都是中间有反复的 那么基于三月份的经验 和现在这笔援助计划 通过的时间点 还太合适了 那么我们做一个初步判断 我认为呢 可能是发钱这件事 救济这件事 比毒株变异 更加的对股市 就是影响效果更大 那么也就是说 有利的影响会冲淡 这个不利的影响 冲淡不利的影响呢 个人认为 它也很有可能 它也很有可能 你看四五日书 不就踩了一下 这个前期的高点吗 它依然很有可能 再踩一下这个往下 很有可能 再再调一下啊 我们拭目以待 有可能 它今天开盘的时候 会有一个低开 还是在3600点附近 当然了 它再找一下景线 也不 也不例外 也不例外 它再找一下景线的位置 如果在景线这块 在这个区间 我们看景线这个区间 在这个区间可以撑住 就是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 能够撑住 就问题不大 如果要是说 在这儿撑住 那就比较强势了 那就比较强势了 在这儿 我们都是能够接受的 你说漏一下的话 那保不齐啊 那保不齐 总体上 我认为啊 现在还是这个援助计划 更加有利 当然了 我的这种判断 不见得正确 我们还得交给市场 交给市场 基本上 开盘之后 一个小时到 两个小时之间 就在这会儿 至少一个小时 咱们得看 到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出来 到底是读书变异的影响 就是这个欧洲封锁的影响大 还是圣诞行情 会如期到来 包括这个援助包 我们拭目以待 那么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您订阅点赞加转发 我们A股时间再见